今天我老公去上班了 只是上了半天班 昨天晚上咳嗽了一晚上 所以她一点都没有好转 今天下午三点就回来了 但是我早上给她准备的午餐 她一点都没吃 没有胃口 现在给她热了一下 让她把带的这个午餐吃掉 小贝是美丽的 小贝今天给了小贝 小贝今天给了小贝 你什么想起来 小贝 你很期待 最近感冒的人还挺多 幸运的是我老公 没有得Covid 她已经测过了 但是最近的流行性感冒还挺严重 我今天呢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一阵热一阵冷的 所以我下午也得给自己呢 下午也给自己增加点营养 冻了点鸡汤 不管我先生喝不喝 先冻好再说 我也喝一点 给自己也补一补 捞点杏仁饼 就是Costco买的这种杏仁饼 两边一捞就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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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不吃了来我吃 很小的小鸡 剁了两半我来吃一半 就吃这一半 浓浓浓的汤 浓浓的鸡汤 浓浓的鸡汤 这有一样的鸡汤 放了很多料 看看她的电视 我吃我的饭 你看在人得病的时候 真的就很想念自己的饮食 就是特别想吃家乡的味道 我先生可能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 因为他的胃里头没有这种记忆 假如我今天做了个披萨 我先生肯定会吃的 因为他就特别喜欢吃披萨 那美国人病的一般吃什么呢 其实他们也喝鸡汤 我听我先生说 美国人病了以后呢 也会喝鸡汤 但是我先生不喜欢这种 汤汤水水 所以我很少做的这种东西 非常好吃 这个小鸡的味道还挺好 这个鸡汤 鸡汤 这鸡汤 特别薄 特别脆 过一会儿我先生如果饿的话 看他要不要吃 如果他愿意喝点鸡汤 那更好了 如果他不吃 你也不能强迫他 因为美国人很固执的 他不想吃东西 你就不能够拿一个劲的劝他 那会让他很不舒服的 美国人的口味跟我们就不一样 得病的人你看还竟然爱吃这些东西 不愿意喝鸡汤 不愿意喝稀饭 就愿意吃这些东西